关键的数字就低声带歌 所以说今天真的为了采访冠军 我也是豁出去了 欢迎回来九条咖 国庆假期 我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 然后去了一趟苏州 拜访了中国咖啡师冠军孙磊 他明年要代表中国去希腊 跟全世界各个国家 以及地区的咖啡师冠军 角逐出来世界冠军 如果你是咖啡师 或者是咖啡的爱好者 你一定会喜欢这期视频 因为是采访类的节目 你的时间也比较珍贵 所以说我建议打开倍速观看 探访一下咖啡师冠军待的地方 地平线咖啡 当当当当当 我们已经到了啊 就是这位今天我们要采访的这个帅哥 来到苏州就一定要来过来拜访一下这个CBC的2019年的冠军 CBC是什么意思呢 是China Barista Championship 世界咖啡师大赛中国赛区 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你记不记得了 我们应该是2015年见面 正式认识的 应该是在展会上 我记得 应该是上海的展会 就是我记得那年是有一个咖啡比赛 然后呢 德国的一个大胡子大叔过了 然后呢 我们一起逛店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在 水素的渔园路的第一家店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碰到你的 是那时候吗 我怎么记得会更早一点 我印象是那个时候 16年 还是15年 应该是15年 完了 搞不清楚了 反正不是15就是16年 对 就是1516年 对 逮到冠军 能像屏幕前的你们 多挖掘出来一点 就多挖掘出来一点 就是整个比赛的花费 这个有点敏感 这毕竟也是行业上面的一个 有点像是商业秘密了 对不对 这有点像商业秘密了 所以说今天啊 我还是 说到关键的数字 就第一声代歌 所以说今天真的 为了采访冠军 我也是豁出去了 就是真的是豁出去了 大家请把豁出去打在公屏上 然后就包括你看这些 你用到的这些咖啡豆 器具 你自己练习的成本 还有就是你自己花的时间成本 我觉得对于咖啡师比赛来说 时间成本抵约是最大的成本 我觉得 他抵约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来 进行头脑风暴啊 思操演练啊 流程练习啊等等 需要花费太多时间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一针见血的就是 我们到底要花多少钱 当然 这些人也有很多传闻 坊间也有很多传闻 就是CBC比赛 就是像一个黑洞一样 WBC啊 不断要花很多钱 然后来帮助自己完成比赛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要分不同的层面去看了 我觉得一个层面就是 你是不是要花钱去打一个比赛 当然我觉得是必要的 但是至于要花多少钱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不变的规则 或者是规律 从我决定开始打 WBC比赛开始 到现在啊 就是 应该至少有 大几十万应该是有的 大几十万应该是有的 大几十万 对 大几十万吧 对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有很多 你要买的硬件的设备啊等等 就是咖啡豆我们用的相对 也都是品质相对比较好的咖啡豆 然后甚至包括我们团队一个 比赛都是一个team 让这么多人 大家清朝出动 然后去比赛 肯定都是必要花钱的 第一年参赛的时候 也就只有一个助手 或者两个助手 然后跟着你一起做 两个助手还少 哈哈哈哈 適当而止 根据个人的情况吧 我觉得 对 大家量力而行就好了 核心还是我们对于咖啡的热爱最重要 是的 所以说它说了半天 这个问题也是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为什么想问 因为我接到过很多的留言私信 要么是刚入门的 要么是想要提升自己的 然后就是想考一个证书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有需要 还是冠军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还是让冠军来回答 因为我现在也是SA的ST 所以我也会颁发证书 我觉得对于证书这个东西 也是跟比赛一样 我觉得理性地去看 我觉得证书或者教育体系 对于一个工作来说 或者对于一个技术工种来说 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在于 它会对你的知识体系 会有一个特别有框架的梳理 就好像说我们上学 系统性的梳理 为什么要学义务之教育 而不是说你随便拿一个教材 就在家看 这个是不严的概念 就是它会有一个更加系统 更加标准化的一个东西 能让你快速地走上一个正确的轨道 上了轨道以后 你的提升能有多快 吸收的到底有多精细 那肯定是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自己的问题 那如果是作为咖啡师来说 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或者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考取一些 对你眼前有实质性帮助的证书 我觉得是可以是OK的 考了一个证书加了农资的 就是这样的是吧 也不乏可以这么理解 对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 我是现在做brace的 我在门店做咖啡 那你去学一个咖啡师的证书 或者是对于感官品鉴上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学科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会有些帮助的 那当然我也并不是特别建议 就是你学得过于困犯 比如说我现在刚刚开始接触咖啡 我现在就要开始去学烘焙 学生豆 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考一遍 那我觉得这个就大可不必 我觉得它可以交给时间 一步一步的计划来完成 对 不要太过激 很幸运地作为冠军咖啡师 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素质 或者心理状态 我觉得对于咖啡师而言 或者是对于有追求的咖啡师而言 我们应该对咖啡本身 有一个非常热爱的一个态度 非常非常热爱 极尽于疯狂 夸张一点的话 对 其次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咖啡本身的技术领域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执着的追求 就是势必会相信我们有一个 特别坚持的一个品质 或者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要勇于接受更多新鲜的事物 我觉得就是去尘出新 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 刚才说的什么词 文化沙漠 我没有get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勇于接受一个新事物的一个心理吧 而不是我们固步自封在一个 自己的一个想法里面 或者一个角色里面 我们要看到更多国外的 因为它毕竟咖啡作为一个博来品 我们要接触更多关于 世界范围内的一个 对于咖啡不同的一个理解层面的东西 能更加有志于我们能够翻新 或者革新出我们 中国咖啡是自己的内容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是属于 相当于是从技术的角度 那你觉得除了技术的角度 有没有别的一些方面呢 比如说要跟人有一个更好的交流 更倾向于跟人去有一个更好的交流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国外的各个方面 就是在沟通上面 就是怎么说呢 也并不一定是说是一定要很外向 或者是很多话 其实只要就是说 你在这个沟通的这个效率上 因为毕竟是在赛场 那评审啊 它也是相当于是你的一个客人 那你就是在跟你的客人在交流的时候呢 就是说沟通效率也很高 然后还有亲和力 能够服务好他们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说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 我想到这个点应该是 乐于分享 或者善于分享的一个特质 我说这一点也是作为竞赛型咖啡师 我们不说冠军咖啡 应该是竞赛咖啡师应该要有的 就比如说你作为咖啡师来讲 我们在门店应该与顾客 或者普通咖啡爱好者 我们要有一个 比较乐于分享的一个心态 就是关于咖啡的一切 精品咖啡的一切 我要分享给你哪些关键的点 可以让你更有利于去了解精品咖啡 根据不同的层面 能够以一个不同的专业的角度 去解读给普通的客户 或者是专业的群体 这个问题听起来 好像有一点精神洁癖 类似 我觉得这个分不同阶段吧 应该是 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 利于想要更多的求证 自己做咖啡的能力 或者对于咖啡的更多的了解 它是一个吸收知识 和经验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 到了 一段时间以后 到了开始要分享知识的时候 可能就是 这个时候心态就会不一样了 我记得在我最开始做咖啡的那几年 其实也不是那几年 包括现在 可能还是 每天还是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制作咖啡 并且自己品尝 当然这个心态层面可能跟之前不一样 原来可能是 的确是找自己的缺点或者不足吧 那现在来说的话呢 作为一个分享者来说 我也更乐于去喝别的品牌的咖啡 能够有一个比较和学习 然后去喝别人制作的咖啡 然后去做一些分享和解读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我觉得不一定一定是我 给自己做咖啡喝 而是我愿意接受更多 不同的东西吧 我觉得这应该是心态上的变化 对的对的 对是的 就像竞技一样 它只要是竞技类型的活动 它终究会有 涉及到荣誉的影响 等等各方面综合的影响 那我觉得对于我影响最大的 我觉得是 编子里面的这些人际关系 资源 资源就会认识更多的人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这个实质一点 的确是比赛会带来的 因为可能 就是就像我们知道 某一个赛事出了冠军以后 虽然我不认识他 但我会知道他叫什么 或者他在哪里工作 或者他自己有什么品牌 我觉得这是实质的影响 不管是赛事 还是商业 等等各方面 大家都会有一些 可能会谋求一些合作 或者是一些交流的机会 另外一个层面 你要利用这样的机会 或者是利用这样的荣誉 你能下一步往哪个方向去走 我觉得后面可能会更严峻 会需要考虑的更多 对 那我比较幸运 能够走到这个位置上 拿了咖啡师冠军 我觉得 首先对于自己来说 是一个肯定和激励 就是觉得 可能我对于咖啡 这个技术层面的东西 自己的想法 还是得到了一些验证 那至于怎么样 能够推动行业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梦想 现在来说 比较现实可行的 就是我把我自己理解到的 关于咖啡的知识体系 技术层面的东西 可以把它做成课程也好 分享也好 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 最切实可行的 一个推动的方法 像我们这些做垂直类的 咖啡类的媒体的 和他们的 就是有不同的分工的 就比如你刚才你说的 比如这种咖啡师的培训的话 那就是你做的非常的系统 然后很完善 就是会给到咖啡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框架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提升 就是我们的咖啡类的内容 会让更多的人看到 认识到咖啡 对吧 它有可能会因为 因为我们的一个视频 然后会去尝试着喝一杯咖啡 会去尝试着去咖啡馆 做一做 然后去对咖啡产生好奇感 就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 就是类似于 让已经接触到 或者是进入到 这个行业的一些人 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 职业规划和道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